他不挣钱 确实是不挣钱 除了肖战 肖战也不挣钱 票房挣钱就不挣钱 他肯定来演这个 你刚才说你说你觉得他演的还不错 很好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就想象的好 是 因为肖战跟我很熟悉 是吗 不算很熟悉吧 因为他参加的第一个电视节目 我是平坤 他的粉丝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看着他出道的 他一开始在舞台上 有多少能量 我们是大概心里有一个预计的 那么这个角色本身 他是有点成长性的 所以一开始对他的预期 可能他达到的 确实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对 我非常同意 就选择这个演员和这个角色 还是有匹配的程度的 而且他有成长 就这个角色在他人身上看到了成长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就高于了远远高于我对他的预期 是非常好的 而且就我在他身上看到的角色 而不是肖战本人 就这也很好 对对对 整个来讲这个戏 当然这个戏注意在前 然后呢有很多演员已经对他 但是他肖战也有一点把这个人物啊 带在他自己里边这一点挺好的 真的不错 殷华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但是你没有太看到表演的痕迹 就是所谓的高于其实有些他会 就像我以前演戏也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很清晰的看到表演的痕迹 因为你撒脱的眼 撒狗血的眼 谁都知道你的演戏 他没有太看到那个故意表演的痕迹 至少他流露的我觉得很好 控制的非常好 这个就很难得了